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根深蒂固 数百年来的黑奴制度 让非洲裔群体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 难以出人头地 经过多年的抗争 三藩市参事委员会 星期二正式向非裔美国人 和他们的后裔道歉 美国三藩市参事委员会建议 向市内非裔社群赔偿和道歉的决议案 27号以11票表决全数通过 就数十年来受市政府系统性种族歧视 造成的伤害致歉 这是三藩市参事委员会提出的 一百多个赔偿建议中第一个获批的建议 统计显示 三藩市有大约四万六千名黑人居民 根据决议案 美国已经有九个州属 针对奴隶制问题正式道歉 不过对当地非裔群体而言 赔偿斗争才刚刚开始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 美国 美国